嗨 大家好 我是到此 又有新鏡頭要測了 這個是湯姆隆的1120 我相信因為我們在這一陣子介紹了很多 跟器材有關的一些主題 其實最近也是在討論到底該直接買全片幅呢 還是先買APS的相機這裏造成一些爭論 那我覺得有很多網友留言都蠻好的 其實如果你的預算大概抓個六七萬 甚至到接近十萬的話 如果你今天在APS的系統下 其實你可以玩得很愉快 那如果你堅強上全幅的話呢 可能選擇性稍微少一點 所以今天呢 他們推出了他們新的1120這顆廣角鏡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顆鏡頭 這顆鏡頭呢 它的正式型號就是1120 F2.8 DI3 GA 然後RXD 我們一樣 因為我們在之前的節目裡面 跟大家分享過這些相機的編號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那一集的影片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話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但那一集的影片 其實我們並沒有辦法介紹到 每一家所有的鏡頭 所以呢 我們就決定 以後每出一顆鏡頭 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這顆鏡頭上面的編號是什麼 那累積了幾支鏡頭之後 我相信大家 對於鏡頭上面的那些說明文字 跟那些縮寫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就會更清楚了 OK 首先 1120就是膠段 F2.8 然後就是它光圈 最大的光圈是F2.8 那你當然可以就是往下縮 但不能往上升 DI3 DI3算是TOMERON自己的那個 區別鏡頭種類的方法 它有不同的標示 像DI就是for數位相機 那DI3呢是專門for無反相機 那DI3-A呢 就是專門for無反相機裡面的APS 就我們之前有測過一顆 TOMERON的E770 F2.8 那顆鏡頭呢 它也是DI3-A 就是專門for目前 其實應該這樣講就是目前啦 暫時就是for Sony的APS系統 但因為接下來我們看到一些網路上資訊說 TOMERON接著也會有專門for富士的鏡頭 所以以後DI3之類這個系列 應該就會專門出在 Sony跟富士系統上面 那未來會不會繼續有Canon跟Nikon的 我們就暫時還不知道 我們就期待未來這一兩年內 就是時局的變化 我們繼續看一下它的一些基本規格 這時候呢就要拿起小超 不好意思因為那個我講過 就是我記不起來 那我不想講錯 所以我稍微看一下小超 嚴格來說是大超啦 RX-D呢 代表的是TOMERON的高速精英布鏡是馬達 它在對焦的時候呢聲音是很小的 就是他們一個特殊的馬達系統 那對焦起來聲音很小 對焦聲音小的最大的優勢就是在你在錄影的時候啊 它比較不會那麼感染到你的畫面 我們就知道早期有很多鏡頭 它的對焦聲音其實很大 然後有的很尖銳有的很刺耳 但那些對焦聲音太大 甚至震動性太高的鏡頭 其實在錄影上面就會變成是劣勢 如果你要用自動對焦來拍影片的話 如果你的鏡頭一直會發出聲音 那會影響到你的收音 除非你就是遠端麥克風 然後呢離機器很遠 但多少你都會收一些環境音 那就會反而會錄到一大堆自己鏡頭的聲音 所以尤其在錄影的時候呢 你就選擇鏡頭要特別注意 它鏡頭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特別標示說 它其實是一些比較厲害的馬達 然後呢 你收集一些網路上資料 你會發現也許這種馬達 它就很適合你在錄影的時候使用 這個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這個鏡頭呢 我們剛講了 它的焦段是120 但因為它是APS專用 所以基本上都是要換算的 所以它的以全面幅來說 它的等效焦段呢 就是16.5到30mm 這算是一個標準的超廣角 就是超廣角焦段 超廣角到就是小廣角 它比一般我們常用的35 再廣了一點點 它的最望遠端就是30mm 那它的最廣角呢 就是很經典的 一般早期我們在使用的超廣角 都是大概1635之類的這個焦段 那16端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超廣角焦段 它的重量是335克 長度是86.2mm 以體積來說 它算是很小的 重量只有335克 以重量來說它其實真的很輕便 那大家如果用過那種一兩空間鏡頭的話 看到一個300多克的鏡頭 真的是很棒 TOMRON這一陣子的優勢啊 其實就是它的鏡頭 出了其實都蠻輕巧的 當然很多人也覺得這是劣勢 因為它鏡頭可能感覺 在你的手感上塑膠感會重一點 這個一樣是有扯有的 那因為本身也許塑膠感重一點的話 鏡頭本身是可以做得比較輕 但對於你如果今天是要旅行 或者是你常常會需要 背著比較多鏡頭移動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 好啦就是鏡頭輕一點 可能還是有它的優勢在 它的口徑呢 依然是67mm TOMRON真的是從之前到現在 這一段時間來幾乎口徑都是 都是67mm 你就只要買一組特殊濾鏡 你就可以全部的鏡頭使用 當然我建議保護鏡當然是 每個鏡頭可以買一片 只是那些一些比較特殊的濾鏡 可能價格比較高 那你就只要買 全部都買67mm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在 猝使你想要都買TOMRON鏡頭上面 這一點我覺得做得非常非常的心機 就是我的確是會覺得 如果鏡頭的口徑都一樣 真的是省很多事 然後這顆鏡頭呢 它的特色 TOMRON最近的鏡頭 我覺得好像都還蠻著重在於 帶有一點點小微距的感覺 它在11端的時候呢 它的最短對焦距離 竟然只有15公分 15公分其實非常非常的近 因為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我們在講最短對焦距離的時候 並不是說鏡頭的前沿到你要拍攝物體上 而是感光元件到你的物體上是15公分 一般你的那個相機上啊 會有一個這個標示 會有一個圈圈 中間有一條橫線這個標示 這個位置代表是你感光元件的位置 那你就是以這個標示往前15公分 就一把尺的距離 就已經到了你的最短對焦距離了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個在拍東西的時候 它是很靠近物體的 你從畫面上就可以看到 當你今天利用11端在拍攝 就是特寫的時候呢 它可以靠得非常非常的近 那也的確 你可以把相機上面的一些零組件 都拍得非常的大 當然 因為它是一個等效16端的焦段的鏡頭 所以呢 其實變形是很嚴重的 如果你今天要拍一些很工整的畫面 其實是沒有辦法用這顆鏡頭的廣角端 來當作微距使用的 因為它拍出來的東西一定會變形 但如果你今天是拍個花 拍個特殊的東西 或是你想製造一些張力的效果 那這個多代的微距功能呢 其實可以幫助你拍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或者你只是在日常稍微做紀錄 其實你沒有一定要把影像拍得怎麼樣的話 你可以偶爾利用它小小微距的這個優勢 那如果你轉到20端的話呢 它的最短對焦距離呢 就會拉到24公分 其實也算很近啦 而且放大背率我覺得 看起來大小也是還蠻不錯的 但當然沒有11端那麼誇張 對一般人來說 你買這個鏡頭並沒有要 希望它有微距的功能 但它帶有一點點這樣子微距的效果的話 其實在運用上面呢 其實有時候就還蠻方便的 就算是有給你多一個彈性的使用空間 我覺得很不錯 這一陣子用下來 其實它的大小跟體積啊 在搭配Sony 6600在使用的時候呢 其實整體而言的配重 我覺得是很舒適的 那我覺得這一次湯姆龍出的 兩顆專門4APS的鏡頭啊 如果你今天走的是Sony的APS系統的話 這兩顆鏡頭我認為其實都是蠻推薦的 目前以現有推出的這兩顆你加起來 其實已經包含了從16端到105端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range 你只要買這兩顆鏡頭 所以我自己而言我覺得非常的划算 也很適合就是入門 然後你要走一機兩鏡的玩家 那其實像A6600我覺得本身也是一台不錯的機子 那如果你覺得預算太高 其實A6400也不錯 那你要再加個幾萬塊 你可能在6-7萬的預算內 你就可以擁有了從16端 等效16端到105端 全部都是F2.8的大光圈的變焦的涵蓋範圍 我覺得算是挺划算 而且重量很不重 你用一個小小的像我常用的那種ONAR的 ONAR的單肩包 那你把一機兩鏡放進去 你還可以塞個皮包塞個什麼東西 我覺得是在出油的時候啊 你也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這顆鏡頭啊 很有趣的就是 它跟湯姆龍之前推出的1728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算是一顆等級的鏡頭 只是1728 F2.8 它是專門的環片服用 那這顆鏡頭呢 是專門forAPS的 如果你今天已經看過了一些 就是在A73上面 使用1728的影像 因為我們之前影片有出過1728嘛 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有分享過一些1728使用的心得 那如果那時候看到你覺得1728 這個廣角的效果 跟你想要的其實很像 但你手上只有APS的相機 剛好現在就有這一顆 1120它可以完美的取代掉了 1728在全篇幅上面的功能 那我們也實際的把兩台相機 擺在一起比了一下 可以看到A6600搭配1120 它整體的體積 會比起A73或甚至ACC 去搭配1728 F2.8來的小傷一些 所以在攜帶上面 它其實就是更輕便更方便的 那像我這次有拍攝一些 像高架橋啊 之類的畫面 可以看到它能夠呈現出來的張力感覺 其實也是很強 然後實際上因為如果像你用A600 它是帶有一點防手震功能的 在使用防手震搭配這種廣角端 你手持錄影也可以稍微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穩定度 就不會太過於搖晃 這顆鏡頭因為它是APS專用的 我們之前在分享該如何購買器材的時候有講過 就是如果你今天使用一顆APS的專用鏡 其實我們是不建議把它撞到全片幅上面去使用的 如果你今天在A73 或者是任何一台Sony的全片幅相機上面 你裝上一顆APS的鏡頭 在你沒有去更動選單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裁切成APS的狀態 那我們從選單進去呢 可以看到有一個Super 35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點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就是它一般預設會在自動這一條 那如果你今天要解除它的話呢 你就把它改成手動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功能呢 自己手動給關起來 接下來我們再看1120拍出去的畫面 你會發現它就會出現所謂的成像圈 這個成像圈會在11段的時候最嚴重 中間稍微稍退一點點之後 回到20段的時候 外面還是有一件很明顯的成像圈 那這個就是因為 一般我們在設計APS鏡頭的時候呢 我們所需要涵蓋的成像範圍 其實不像全面幅那麼大 所以鏡頭一般設計上才會變得比較小 因為你本身不用成像那麼大的區域 所以不管是價格啊 或者是體積什麼的 都會跟全面幅的鏡頭比起來 稍微是低一點點的 那反過來說 當你用在全面幅上面的時候 因為它一開始設計 就不是給全面幅使用的 所以會多上了一些成像圈的部分 相對來說 這就是它之所以沒有辦法用在全面幅上的原因 好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在家裡做一些錄影 那其實這顆鏡頭呢 我覺得在狹窄室內空間也是很適合使用的 那我們現在就實際上來看一下 那我們順便讓大家看一下變形的感覺 現在呢我是用20段在錄我自己 然後呢20段的情況下就是等效30左右 然後它是一個偏廣角 所以可以看到如果我今天把手伸過去的話 是有那個很明顯的變形的 好這是一般廣角端在拍攝 但是現在相機離我的距離 差不多就是一個手臂 比手臂再多個大概5到10公分 大概10公分左右 那可以看一下這個距離其實在家裡 一般如果你放在桌子前面 你要當webcam啊 或者是你要拍一些就是手做東西或什麼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距離是很方便的 然後就是一個等效30左右 所以一般我自己在錄一些影片的時候 我會用大概35 像剛剛一開始 就是前面那個畫面啊 我是用那個A73搭配一顆35定膠 那現在所以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這個效果 那我今天要把它拉近 我把它慢慢的伸到11端 那也就是等效大概16.5左右 大家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把它拉過來 然後我把它錄影出去 我差不多讓我在畫面中比例看起來 剛剛差不多吧 那現在這個相機呢 我現在可以摸到 就我手伸長 可以摸到翻起來這個螢幕 就是A6600那個螢幕可以翻上來嗎 我現在可以直接點到那個螢幕 所以這個距離大概 就是你知道我手可以輕鬆的摸到鏡頭 所以就知道它其實已經很靠近 很靠近我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家裡空間更狹小 或者是你就是在電腦上面 然後你想要讓相機再靠近你自己一點的話 這一顆其實我覺得在家的錄影其實算蠻方便的 雖然說它沒有防手震 但因為它超廣角 所以尤其你錄定卡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影響 自己判斷 自己判斷 光靠A6600的機身防手震夠不夠 你就自己判斷一下 如果你覺得夠那就OK 如果你覺得不夠 上穩定器 不然就是你再找找看有沒有其他更好選擇 那順便介紹一下你看超廣角的話 可以看到嗎 我的手 我手稍微靠近鏡頭 它變形就非常嚴重 這就是超廣角 所以一般我們在講說 超廣角拍攝的時候構圖 其實你可以多利用一點前景 前景搭後景的效果就是這樣 拍人像也是一樣 可以用手去做出一個很強烈前景的效果 可以看到那這就是11端 等於說等效16端 在拍起來的時候 會是這個樣子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看過很多那種 可能像TikTok啊 或者是看一些那種IG上面 會有很多那種比較潮流一點的攝影師 他們會用很多這種很誇張的變形 這個就是靠這種超廣角的鏡頭可以做得到 那所以如果你很喜歡這樣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考慮看看 買一顆像這樣超廣角的鏡頭 來拍攝人像 然後可以看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效果 再讓大家看看 如果你使用超廣角拍人像的話 又可以做出一些什麼東西 我們就下來看